游客到高雄迄今都会买一只香喷喷的烤小卷 不过独家镜头来直击看到这个是供应南部小卷的大盘商 清洗的环境却是脏乱不堪 不但工厂内臭味四溢 带出货的小卷随地乱人 甚至还有工作人员穿着雨鞋就直接踩过了小卷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满坑满谷的小卷直接被丢在地上 工作人员戴上口罩 因为里头雨腥味又带点疑似阿摩尼亚的味道相当刺鼻 这就是高雄迄今的小卷大盘商 由于价格低廉 不少当地甚至是墾丁的摊商都来这批货 见便宜 直击工厂发现工作人员就在地上处理小卷 随地人夸张的是这位大哥还穿着雨鞋踩着小卷 镜头另一边橘色及黑色的不明处理物放置在一旁 看起来就相当不卫生 这样的潜质处理 吃下肚子的小卷真的安心吗 这件大盘商藏在小巷内 只有批克会知道针对脏乱的环境 卫生局就要现机查 现机内不改善 卫生局就张开罚 不过大盘商出售的小卷不只有奇经地区 连墾丁也是大宗流向 让不少民众直呼吃下肚真的好怕好怕 万一民众吃出了卫生问题谁要来承担 记者南部中心总和报道